据美国拳击媒体披露 WBA、IBF、WBO、IBO重量级拳王乌西克的推广人克拉斯·宇克 在接受采访时吐槽 直言他的签约爱将与泰森·富里的四大组织兼并战要推迟了 而且一拖就是两个月 也就是说双方的对决要到2024年才能举办了 这个消息对于一心要拿到正式世界头衔的张志磊来说 无疑是个换消息 据了解 乌西克与富里的PK 原定在今年12月23日的沙特阿拉伯举行 也就是西方传统节日平安夜的前夕 西方到了平安夜就相当于中国过除夕 没有人再举办大型拳击赛了 尽管富里在与纳干诺比赛前信誓旦旦宣称 自己和乌西克的比赛不会受影响 但他和纳干诺却打得半斤八两 第三回合还被击倒独秒一次 给拳击丢尽了脸 身心都遭受了重创 因此与乌西克团队提出了推迟比赛的意向 乌西克的推广人克拉斯宇克无奈地表示 如果一名拳手不愿意比赛 你不能强迫他去打 你可以按照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你可以为此争辩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 但拳手假如不情愿去做 没有什么能阻拦他 乌西克会一直保持训练 我们很放松 我们已经谈了一个新的比赛档期 本周我们会官宣 从业内获悉 乌西克vs复理新的比赛档期 要推迟到2024年2月底 考虑到时间对张志磊是最不利的因素 因为他已经40周岁半 越往后拖 他的状态和体能笃定就越差 复理如果还莫及个没完没了 加上与乌西克签署了复赛条款 张志磊预计还得等待一年多 才有可能排上号 因为在他之前还有IBF法定挑战者赫尔戈维奇 要挑战乌西克vs复理的胜者 从这件事说明 重量级目前的几个巨头 其实都是鸡贼 每个人小心翼翼地保全自己的利益 直言手里攥着正式金腰带 就可以为所欲为 随意行使自己的那点权利 尽可能拖延时间不给别人挑战的机会 实在是太坏了 对于张志磊来说 他现在除了等 也没有能扭转局面的办法 眼下只能期待乌西克和复理早点打完 胜者赶紧和赫尔戈维奇打完 这样他才能得到挑战的机会 至于后续重量级拳坛如何发展 让我们静观其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